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再談一下我適合做直銷嗎?這個話題 因為前幾天最近有兩三個朋友可能跑去做直銷這個產業 然後有的人是跑來問我他可不可以去做傳直銷這個產業 我是有分析一下這個傳直銷它的好處與壞處 然後給他自己去做選擇 那我先講一下我之前接觸過的傳直銷的經歷 是在我20歲的時候第一次接觸 那時候是我二專畢業 然後暑假的時候我正等著要去當兵 要領那個兵單,兵單還沒到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他升大學 所以他是算大二的暑假 結果他因為要去面試去做工讀打工工讀的機會 所以他就看報紙的廣告 然後請我陪他一起去這樣一起去面試 然後去面試的當下非常有趣 就是他聽完這個工作是跟業務相關的工作 其實他就是一家傳直銷公司 然後我們都是第一次遇到傳直銷的制度 所以剛開始我非常興奮 然後我的同學因為他對業務工作沒有任何興趣 所以他就離開了 就沒有再去聽了 結果我那天聽完之後 我回家就開始思考 欸這個東西應該怎麼賺錢 那當初這個第一家公司 因為產品非常吸引我 所以就是以前的那個BBCode傳呼機 BBCode call機 如果你年紀跟我一樣的話 就會知道那個傳呼機在那個年代 那年代沒有手機 都是用BBCode傳呼機 然後他的傳呼機還有一個比較大的 對我來說有誘因就是因為他可以留言 語音留言 所以對方只要說 譬如說別人call我 然後我去打這個電話號碼 我就可以聽到對方留言給我的訊息 我就會知道他現在在哪個地方 那在哪邊等我這樣 那一般的傳呼機是你打給我 我就必須馬上回電 但是如果對方已經離開那支電話的話 我回電是找不到他的 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當初我就覺得說 這個產品非常的潛力 所以我想要做這個事業 那傳直銷呢 很有趣的就是 你的 你只要找到人 你會有推薦獎金嘛 那你找的人如果又找人呢 他除了推薦獎金給他之外 還會再分給你嘛 所以這樣總共有12345 可以到第五代 都可以領到獎金 然後呢 第一代的獎金是這樣子 我們那時候月租費是800塊 就好像我們現在拿手機 每個月都要付1399 或者是負499 388之類的對不對 那當初呢 我們那個語音傳呼機 一個月是800塊 所以 我們的佣金就是100塊 所以 如果你只要找到8個人 等於是你的佣金 月收入就有800塊 那然後再扣掉你支出的 那個800塊月租費 就等於打平了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找滿8個人 一起來使用這個產品 我那個月就等於不用錢 所以 非常吸引我的一次 這個東西我迫切的需求 第二個是 這個制度可以讓我賺到錢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從事一家傳直銷公司 你第一個你要想的 並不是這家公司能賺多少錢 我講的 當然賺多少錢也很重要 但是我講的第一個是 不要一開始就想到他可以賺多少錢 而是要先想到這個產品 你有沒有興趣 你有沒有需求 如果這個產品你是有興趣有需求的 那你堅持下去的毅力 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因為你覺得這是你的需求啊 所以你並不需要非常堅持啊 你只要去分享告訴別人 這個東西多好用 你用得多開心 自然就會有人跟你一起 而且用得開心之外還可以賺錢 那這樣你的推廣效率就會高很多 我適合做傳直銷嗎 這個問題真的很多人問過我 因為我20歲就開始做這個傳直銷失業 但是第一家公司在我退伍之後 手機大哥大就出來了 我還記得當初最先出來的好像是遠傳電信 除了中華電信之外 然後大哥大一旦出來了 那個傳呼機BB code就已經視為了 就沒有人要用了 所以那家公司最後就倒閉了 所以當初我長大的甜頭呢 就只有那一年 我當兵的那個階段 大概一兩年的時間而已 就結束了 所以錢也沒有賺多少 尤其是去當兵之後 組織就慢慢成長就很趨緩很慢 所以錢也沒有賺很多 但是那個製度對我來說啟蒙了我 原來直銷是可以賺大錢的 就在那個階段 然後現在之後 因為比較沒有類似的商品了 而且我對健康食品之類的產品 我比較沒有興趣 然後對之前經營過醫美 醫美經營的還不錯 就是三個月之內 組織就八十幾個人 那也是靠網路行銷去做的 所以但是之後呢就沒有 比較沒有吸引我的商品 所以我就比較堅持去做我自己的公司 就開始從事網路行銷的這個教學工作 那通常有幾個問題 是比較多人詢問過 第一個就是說 傳直銷創業成本很低 馬上就可以開始 那這是沒有錯的 因為創業成本低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 做直銷工作是一種創業 某種程度來講是 因為它是靠你自己的努力 讓你的收入變多 譬如說你就是要銷售 你就是要找人當下限 你必須要去推廣 所以它比較類似一種創業 但是呢 某種程度來講又不算 為什麼 因為傳直銷的公司 並不是你自己的 你也不是這家公司的股東 那如果你遇到我的第一種狀況 那家公司後來倒閉了 即便你當時再怎麼努力 錯不在你身上 而是那家公司倒閉了 趨勢不對 所以這個如果是公司是你自己的 那公司倒了是你自己經營不散 你自己認了 可是你自己做得很好 但是因為公司倒閉了 這不是你的錯 所以錯也應該說 你唯一的錯應該是你選錯公司 倒楣運氣不好 所以在傳直銷來講 第一點你說創業成本低 可以馬上開始這是對的 但是老闆不是你 所以我不覺得那是真正的創業 第二個最多人問的是 它是一種持續收入 只要找人加入就能夠賺到錢 那它有一個迷思就是 它是持續收入嗎 它必須有個前提喔 持續收入必須有個前提是什麼 就是它有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就是 每一個下限每個月都持續消費 持續消費 也就是每個月都有重複的消費 大部分的傳直銷公司都會有 每個月持續消費的額度 譬如說下限 每個月就是要持續消費 兩千到三千塊的產品 有的可能比較高 可能三五千 或者更多一萬之類的 那如果這家公司沒有這種強迫 重複消費的制度 那這家公司呢 大家都不消費 下限都不消費 你找來的人呢 只有繳個入會費 之後每個月都不重複消費 那你要賺什麼 就沒得賺了 你只能賺每個人 每個月找來新的人加入的入會費 那是很少的 那個不可能會有持續收入的 所以你能不能有持續收入的 取決於是不是每個下限都能夠 每個月持續消費 如果這個產品 對他來講是有需求的 而且他每個月一定能夠用完 或吃完這些產品 那他每個月就可以持續消費 如果他一個月 像我之前加入過某一家 持續消費每個月至少要三千塊 可是我每個月都用不完 比如說他的洗衣精 或是洗碗精 我一瓶就可以用五個月 可是我每個月都要持續消費 所以如果他的商品不像佳樂福那麼多的話 我能夠選的可能只有裡面的數十種商品 那每一種商品我都可以用很久 那我就不可能每個月都花三千塊 因為用不完嘛 沒辦法 所以我後來就推出了 所以如果下限的需求量沒有到達公司規定的底線 那他就不可能持續待在裡面 除非他自己很想要上聘階 自己很想要在這家公司經營賺到錢 然後他不只是自己用 他還推薦給別人用 所以除了自己消費的部分之外 再加上他賣出去給別人的消費 加起來有辦法抵達三千塊 那他就有可能持續存在這家公司 所以如果傳直銷你沒有辦法做到進人之後 還能夠留人的話 那你就不要做了 因為你留人都留不住 代表你這個組織根本就撐不下去 第三個問題有人講說 聽說三五年就可以退休了 的確如果你在一家傳直銷公司 可以做到三年五年 而且你是非常認真的做 並不是說三年五年就一定能退休 而是三年五年之後 你的下限已經高達了數千人 上萬人以上 那這個組織金字塔 這個組織是非常穩固的 那你才有退休的資格跟條件 但是不代表你就不用做事 因為你要鞏固你的組織 就是鞏固你的閃下的這些組織成員 你必須要做很多上台演講的工作 你必須做很多激發他們 鼓勵他們好好的去維持他們的工作 假設你覺得說你在三位 你就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那你就錯了 你可以去遊山玩水 那你就錯了 你可以挑自己的自由時間去工作 而不是你什麼都不用做 聽好了這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挑選你任何你自己決定 你自由自在嘛 你可以決定你什麼時候要做事情 你可以決定什麼時候要去玩 時間安排是自由的 但是不代表你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因為如果下限看到你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他們也擺爛跟你一樣 接下來呢 你的下限的下限也擺爛 你下限的下限也擺爛 大家都覺得哇我可以遊山玩水不用做事了 接著呢你的組織就會開始垮掉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不需要努力了 那你的組織很快就垮掉了 第四個呢 有人問到說廣告費可以省下來 這就是傳職效的好處 因為省了廣告費 所有產品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把錢拿去生產產品 可以研發產品 這點呢是對也不一定是對 因為有良心的公司 他確實是會去花很多成本去研發新的商品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廣告費省下來就真的省下來了嗎 那你有沒有想過直銷商的獎金呢 因為直銷商拿到獎金有可能一個人數百萬 人多的時候那個獎金量是很可觀的 不亞於廣告費啊 所以你說廣告費省下來嗎 真的省下來了嗎 他發給直銷商的獎金這麼多 不一定省下來啊 所以有沒有良心 才是這家直銷公司 能不能長久經營生存的條件 而不是因為省了廣告費 所以產品就一定好 不一定啊 第五個問題 只要分享就好了 不用自己去進貨 所以不會有周轉進的問題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是對的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 如果你做一家直銷公司一段時間之後 有些直銷商他們為了保留他的聘接 所以他必須去讓他的業績能夠到達公司的規定 那就會產生這種現象 就是假設他的 假設他這個聘接 每個月必須有30萬的業績 可是他只自己買或賣自己用啦 或賣了25萬的業績 還差5萬5萬怎麼辦 有很多人會自己補業績 自己補業績自己拿5萬塊去買產品 然後產品賣不掉他自己囤著 囤貨 所以你說傳直銷只要分享不用進貨 因為你覺得說傳統的商業模式都是必須去批貨 然後賣 那你就有庫存的壓力 事實上呢 遇到我剛剛講的那種狀況的人很多 就是到了這個聘接之後他自己去囤貨 囤了一大堆貨賣不掉 然後會有一種惡性循環 為什麼 因為他賣不掉的那些貨 很可能會跑去雅務拍賣露天拍賣蝦皮拍賣 所以在拍賣上面看到的東西 因為他要傾銷 傾銷意思就是 讓價格殺的更低 比較好賣 因為他變現金回來嘛 所以呢 常常有這個新的直銷商 一股熱情的跑來跟我講說 欸來吧來吧 這家公司非常棒 這個產品非常好 我是好 傳直銷我已經經歷過很多家 制度呢我大概也都了解 賺錢模式我也都知道 所以我現在只在乎這個產品我有沒有需求 然後價格我能不能接受 OK 這個產品是什麼名字 好 我去Google給你看 然後我就找到 喔蝦皮拍賣 可能你的產品賣2500塊會員價 但是呢 我在網路上的拍賣上面的拍賣價只要2000塊 欸這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我在拍賣買到的價格 可以比你加入會員拿到價格更低 那我對商品有需求 但是我不見得要經營傳直銷 這個時候 我選擇到網路拍賣去買就好了 為什麼我一定要跟你買 因為你賣的價格比我在網路上看到還要貴 而且你還是會員價比我還貴 所以這種狀況屢見不顯啊 好第六個有人問到說 那從事傳直銷的工作 是不是對個人成長非常幫助 這一點我倒是持正面的態度 因為我在20歲那一年第一次從事傳直銷的時候 我發現我被啟發了很多事情 第一個對行銷工作的啟發 業務工作的啟發 對了解人性的啟發 還有對團隊合作的啟發 以及當你有了一群團隊的時候 你為了要帶領這些團隊的成員 所以你又得到一些領導能力 所以我覺得以個人成長方面的話 加入一家傳直銷公司 對你來講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這些課程到外面去上課的話 其實也都要費用 而且有的費用還蠻高的 可是你在做傳直銷做組織的時候 這些是在公司裡面 很多有免費培訓的課程都在包含在這裡面的 你都不用再另外花錢去外面上課 第七個有人問說 我只要拉幾個人就能夠賺大錢 拉幾個人就能賺大錢 有那麼好賺嗎 我想你遇到的應該不是一般的傳直銷公司 你遇到的可能是資金盤 什麼叫資金盤 就是那種龐氏騙局的老鼠會 就是一種你後金養錢金的概念 你今天找到 你今天繳了三萬塊 你再找一個人繳三萬塊 然後從這三萬塊裡面分一萬給你自己 這個人再去找了一個下限 也繳三萬塊 然後他也拿了一萬 然後又拿了一萬撥到你身上 所以這個是老鼠會 就是你們其實沒有產品 沒有產品 就是不斷的找人 然後找來的人 他們就發獎金到上面去 所以這個叫做後金養錢金 後面的這個金錢 養錢的這個金錢 那這個金字塔一發展到最後的時候 他一定會爆掉 為什麼 因為錢發不出來了 錢發不出來了 後面的人也會覺得奇怪 那每一個人都想要找別人 拉人頭 然後賺這個錢 但事實上沒有產品 大家並不是因為繳錢 去買了一個產品 而是因為繳錢 這個錢發給了上限 事實上自己根本沒有拿到任何產品 有些資金盤的公司比較耍很多小聰明 就是說 我這個產品是在線上的 我這個產品是在網路上的 那你是買了一個什麼權利 所以呢 你事實上是有拿到產品的 但事實上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譬如說兩三年 這個網站就消失不見了 所以你當初買掉的商品呢 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這個必須非常注意 這是詐騙 這不是傳直銷 那第八個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跟到的那個上限 他本身也沒有從事過業務工作 也沒有開過公司 也沒有任何創業經驗 所以遇到這種上限 常常會導致 可能上限也做不久 他就走掉了 然後呢 你又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好的上限 可以去教導你 所以最後你自己也陣亡了 或者是角度相反過來 你自己因為自己沒有創業過 然後也沒有好的上限 結果你自己又找了下限 發現你自己也沒有辦法帶好你的下限 所以你自己最後也走掉了 然後你的下限也跟著走掉了 組織就很快就瓦解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沒有任何經驗 而且你這家公司又真的是很不錯的公司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 就去參加公司的教育訓練吧 然後呢 其實你的上限應該也不會不理你 因為就算你的原本的上限他離開了 你的上限還是有上限 他還是願意帶你的 那 多去跟他們融合在一起 因為你們畢竟是一個團隊 所以你多 多去參加公司的課程 然後多跟他們互動 你還是有機會留下來的 第九個問題是 直交公司的制度讓人有比一般創業更容易成功的機會 沒錯 一般創業有很多 大部分是可能要花個一兩百萬去弄一個店面或者去加盟 或者是去批貨 然後把公司成立起來 他要有一定的資金門檻 然後呢 如果做不起來的話 那你當初投入的那一兩百萬可能就這樣不見了 譬如說你開個飲料店加某個飲料店 可能一百五十萬 飲料店做不起來 好一百五十萬不見了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傳直銷的好處就是什麼 剛講的嘛 因為他的門檻低 加入可能只要幾百塊或幾千塊 你就可以開始經營了 所以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簡單不代表容易啊 因為每一個人進入的門檻如果都很簡單的話 那代表競爭的人就會非常多 競爭的人一旦多 你要成功的機率就更低 為什麼 因為總是有人比你更認真嘛 除非你比他們還要認真嘛 你們在這一家同一家公司 你們就是競爭者 除非你們是上下線的關係 那一旦是競爭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去找的人 也許你們有共同朋友 那這些共同朋友就是你們競爭的對象 因為這些共同朋友 他們可能沒有聽過你加入的這家公司 那誰先影響了這批人 這批人可能就跟誰變成他的下線 但是要注意的是 傳職銷他因為這個組織的制度 他是非常誘人的 以這種方式來發獎金 其實是非常誘人的 所以有很多不肖的公司 就會因為他們就覺得 傳職銷這個制度不錯 所以他們就會把這個制度 用在他自己的公司 可是他自己的公司 其實並不是正職的公司 他們並不是真的要長久發展經營的公司 他們只是用了一套 傳直銷的制度套入到自己的公司 然後隨便弄個產品 亂七八糟的爛爛產品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在短時間內 講這個產品多好 講這個公司制度多好 然後吸收一大批的人來當直銷商 最後可能一年兩年之內 公司就倒閉 惡性倒閉 然後假的這些錢就跑掉了 這是台灣其實有很多這類的傳直銷公司 所以這個必須小心 雖然因為簡單 直銷制度讓人家一直以為 他是一個比較容易成功的機會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就有很多公司 他們去成立傳直銷公司 導入傳直銷制度來賣產品 事實上他們不是真的想賣產品 而是想要吸金 第十個問題是說 哪些人會想要去從事傳直銷呢 基本上我把它分了兩種很簡單 一個是他沒有自己的事業 可是他又想創業 剛剛前面有講到 傳直銷看起來他好像是在創業 而且投入的資金門檻很低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自己的事業的人 而且你又不想去上班的人 或者是你想要把它拿當兼差的 那這類的人呢 你沒有自己的事業 你想要創業 那第二種人呢 是你已經有自己的事業 但是你自己事業的經營呢 不是很如自己的意 不如意 可能開了公司 可是呢公司不是很賺錢 而且忙得要死 開過公司創業的人都知道 很多事情其實 大到小小的事情都要自己做 很累 所以 以其如此 那乾脆有個直銷的機會 朋友再介紹 傳直銷幾乎還不錯 而且看別人好像都賺到很多錢的 又不用自己去買東西 你只要負責去找人加入就好了 看起來蠻簡單的 而且你曾經有自己的公司 你創業過 你又有業務經驗 所以你會覺得 公司不是自己開的 你可以比較輕鬆 然後貨也不是自己去準備的 你只要去負責當業務就好了 你就當業務就好了 所以這兩種人 一種就是我剛剛講的 沒有創過業的人想要去創業的 一種是已經創業的人 可是本身不如意的 你就會去做 因為其實這個原理很簡單 像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為什麼傳直銷的產業 會爆炸性的成長 因為經濟不景氣 大家尋求一個希望 一個希望 傳直銷是一個夢想 一個希望的存在 讓人家有一個致富的夢想 那個希望 有希望 大家都會往那邊靠近 就會趨近有希望的公司 第十一個問題 內向性格適合做傳直銷嗎 我之前有錄過一部影片 就是內向性格如何經營傳直銷的影片 可以去看一下 那其實內向性格可以 而且如果你要好好做的話 其實也可以做很棒 就是靠網路行銷去做 網路行銷你可以不用講話 甚至是你可以請別人講話 請別人錄影片 請誰?請你的上線 對不對? 你們賣的東西是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請你上線 把重點都講好 把重點都列好 然後把影片錄好 你就把它拿來用 反正你找了下線 他也開心 所以這個是傳直銷的好處之一 你可以找口才別號 比較好的上線來錄 那你要做什麼? 你就負責寫文案 如果你會寫的話 或者是你也可以請上線幫忙 如果他會寫的話 反正你們就共同去完成一個名單收集頁 然後上網路去曝光 去收集潛在客戶 就是有興趣的人 然後把他們摳到線下說明會 其實現在這個模式很多 包含很多那個 很多講師他們要開課 也是一樣 到FB去打廣告 然後文案寫得很棒 大家看了之後很想去參加現場 免費的說明會 免費說明會 免費說明會底下 你就是要給人家一些好處 譬如說你要教人家一些東西 譬如說怎麼要經營好業務的工作之類的 讓人家去覺得 好聽三個鐘頭有收貨 好不錯 即使他不加入 也許你只收個200塊場地費 那他覺得OK啊 200塊可以 甚至是有的是像 我之前去參加過別的 甚至是完全不收費的 完全不收費 然後就聽完 報名費大概六七萬塊 但是 你不報名也沒關係 因為整場 說明會整場可能 可能七八十個人 總是會五六個人會去報名 其他人呢 免費就免費 沒關係 因為那個就是成本 行銷成本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內向性格 如果聽傳直銷的影片 裡面有比較詳細的 我在講網路行銷 有哪些步驟去架構一些 信上收集表單的那個系統 這樣你應該用到哪些工具去做 好十二題 如何挑選直銷公司 挑選直銷公司的方法 很難 因為剛剛前面有講過 就一種比較穩固的直銷公司 就是比較老牌子的 比較有口碑 問題是就剛剛講的 你已經老公司了 你要去告訴別人 這家公司多好多好 大家可能都已經聽過了 你可能只能去挑選一些學校還沒畢業的 或者是剛畢業的那些人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聽過 比較有可能加入 那如果是挑選新公司的話 當然他的風險就是 這家公司能夠經營多久 不知道 那曾經有比較熟的朋友也來找我說 他 他的朋友去做直銷 然後找他去做 那他有來問我意見說 那家直銷公司怎麼樣 說我不知道啊 直銷公司後來會不會怎麼樣 誰知道呢 公司會不會出什麼狀況 誰知道呢 但是你要有一個警惕之心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創業的話 公司是自己開的 公司沒有搞好公司倒了結束掉了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去幫別家公司工作 因為我剛剛就講 做傳直銷看起來好像是創業 但事實上不是真的創業 因為那公司不是你的 老闆也不是你 所以那家公司怎麼樣了 你要背負的是道德風險 就是什麼叫道德風險 就是你當初跟人家說 A公司多好多棒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 我們一起來這邊一起奮鬥 結果A公司之後出事了 那你對你的下限要怎麼講 怎麼交代 你當初說A公司多好多好 結果他倒了 所以做傳直銷就是 你一旦做了 你就是要相信這家公司是OK的 你才做得下去 任何公司都一樣 我在這邊講一個笑話 之前我去過一家保險公司 然後呢 那個我的那個主管就問我說 那你的保險是在這家公司買的嗎 然後我回答很尷尬 就是沒有耶 我有好幾張保單 但是我沒有一張保單 是在這家保險公司買的 然後那個主管又問我說 那你要不要先買個保單 在這家公司買 我說我目前沒什麼需求呢 而且我不曉得 我們這家公司保單好不好 我講完那句話之後我就後悔了 因為我們主管就跟我講 你明天不用來了 你對你自己的公司都沒有信心 你怎麼去賣這家公司的產品 很好笑吧 就好像我以前在賣Toyota汽車的時候 然後我們 因為我那時候剛退伍 其實沒有什麼錢 也不可能買車 所以我 但是我有一個學長 就是在業務 比我早進去Toyota賣車的學長 他開的是喜美的車 他開的是喜美的車 可是他在Toyota裡面賣Toyota車 也賣的還不錯 只是那個感覺會很奇怪 就是如果像我剛剛講的 保險公司的例子 很好笑就是 我自己對自己從事的那家公司 其實並不是抱持著非常大的信心 那你有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就是你自己對這家公司 沒有抱持百分之百的信心 你就不可能把這家公司的產品賣得好 不可能 因為你自己都不相信了 你怎麼可能賣得好 你告訴客戶這家公司有多好 那是會非常興趣的 你知道嗎 所以回歸到主題 我適合做直銷嗎 你如果想要從事傳直銷的行業 你就去蘋果剛剛講那些問題 然後你自己要非常相信自己的選擇 一旦踏入了 你就是要認為他是最好的 所以你才要做他 否則的話你做不成功 那有很多人是這一家A公司做一做 覺得做不好做不起來 然後就跳到B公司做一做 做兩三個月還是不太好 然後跳到C公司 又做幾個月還是沒有很好 然後到處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到後來還是沒有一家做好的 也有這樣的人很多 因為大家都以為 兩三個月應該就會有成績了 但事實上 要在一家傳直銷公司裡面 待得久一點 然後待得有 真的收入有讓你覺得能夠滿足你的話 那至少要幾年後的事情 至少我覺得 當然如果你知道網路行銷怎麼做的話 也許半年一年成績就會非常好 也許半年破百人破千人不是問題 那就看你的影響力怎麼發揮 還有你的網路行銷的策略怎麼做 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劉奶爸說故事分享到這邊 這次最近又碰到很多人 在問我傳直銷的問題 那為什麼越來越多人 為什麼最近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其實代表台灣的經濟還是沒有很好 大家在本業上都沒有賺到錢 沒有賺很多錢 所以很多人就會因為這樣想要去做 看起來好像比較輕鬆的傳直銷 那確實我有朋友 跑去做傳直銷之後賺更多錢 因為他口才本來就很好 然後人脈本來就很多 所以如果你一剛開始沒有口才沒有人脈 你會比別人辛苦一些 那你要從網路上做網路行銷去獲得這些人脈 然後請大家跟隨你 你也要一定的實力 一定的口才 不是只是廣告打一打 人家就會跟著你去做 不一定 廣告打一打 只是讓人家願意去聽你的線上說明會 或者是線下說明會 但是聽完之後能不能加入 要看講師講者是誰 如果講得不好誰會加入 如果是你講有人會加入嗎 你要想一想這個問題 你要看你有沒有辦法講得很好 讓大家願意投入 讓大家願意加入到你的三下 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所以我們一定要一起加入 為這家公司打拼 為老闆打拼 然後大家也可以賺到錢 結果有一天 其實老闆沒有你想的那麼好 制度亂改 獎金後來縮減 或者是公司後來倒閉 惡性吸金 那種事情發生之後 會我再錄影 對 在我這兒 在我這兒 好好好 我拿回去 好好好 算 拜拜